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子彤,這個環節有Anna Anna,你好 多提醒大家,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 問候我們專家的意見 或新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 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都在做直播 大家開播地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希望大家網網港股最新走勢 跌下474.24266點 國企指數跌151點 8658點 大市成交402億多 大家都在說市 問做甚麼,今天這樣插 看我的樣子 我不知道你 看我的樣子就知道 輸到派 被人按住來搶 市場 昨天明明 美股又沒有市 本身想著 這幾天 刀期今早開出來 都是很差的 但沒有想過 400多個做甚麼事 甚麼事 消息面上 有一個變種病毒 然後剛剛又傳出來 大陸又要滴滴 全民 關不關事 都關的 變種病毒是今早看流其中的一件事 一個而已 這麼害怕 變種病毒會導致金融股 好像匯控 騰生 匯控是多的 其實今天市場 那些東西跌得很全面 如果你只是說集中科技股 騰訊 大家說官員不能用 反壟斷的消息也在 都不是今天才出來的 通常就來完一會 我們說陸續有你 現在害怕的就是害怕你的樣子 你最害怕的就是 當然只是不讓官員用微信 害怕你而已 之前都說不讓官員買外國汽車 你的汽車不會銷售很差 但問題就是陸續直接有你 你想一想 就是想一想 之後那一步發生甚麼事 所以科技股怕是正常合理的 變種病毒其實都不是第一次 要怕市場震盪會合理 但問題就是我都想不到穿24,500 所以整個11月份 你心灰意冷我都心灰意冷 我們都做氣庭神譚 說應該搜到24,500 就沒事了 掃貨 這些就最尷尬了 我覺得當這些位置穿了的時候 跟以往講的講法一樣 你不能死渣難渣的 但是你可以突然沽貨 但是我還沒去到這麼悲觀 一半cash一半貨 至於哪些優先沽 沽一些本身業績不穩定 純粹是市況氣氛 很強行炒上來的股份 譬如這兩天 升得比較多是甚麼板塊 譬如教育股 教育股有一些是真的在做K12的 升了很多上來 那些你就小心一點 如果你真的實實在在做 在職教育那些 昨天說的宗教 2001那些 那些就不會優先 建議你去沽 但是同樣地 譬如說近期的元宇宙概念 你元宇宙概念 是很當炒的 真正受惠的柏能 信與光學那些 你就選擇去授 或者高位電子那些 你不是近期才去追 沒有問題的 你還有很多理由去掃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說是炒證的那些 有台貨機 2018那些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所以現在的分別就是 你拿的股份 你有沒有條件 錯綜線 如果做短線部署 就是他拿完 明天就看表現上面 策略上面 都是以減持離場為主 但是如果你說 股份質素真的OK 你做中線部署 有得搏的 你不跌下來 怎樣給你買呢 即是同樣地 在波技股身上 科技龍頭 ATM 上面 我們說近期 喜歡什麼 喜歡美團 喜歡京東 喜歡網易 這些三種你選擇去捏 OK的 給你捏完它 捏一會 最多都是輸多一點 可以搏 但問題是 你搏一些風頭火勢 小米 阿里巴巴 這樣搏 就很不值搏 反正都要減錢 就是想減這些 是差的了 那時候 你說駁今天 要單日轉向 又要站在2萬4千 樓上 很高難度 想不到 為何會發生這些 但如果不是 照這些水位收 2萬4千 2萬4千 3萬的水位收 再下是怎樣 下什麼 你想想 我們經常說 當你知道之前看什麼 的時候 就很容易判斷 你之前覺得 今年的低位 見了 行頭見 但那就是還沒見到低位 所以你對於短炒的人來說 穿2萬4千5千 不穩 代表什麼我要投降 我要順勢去沽 那些 有機會做雙帶 未必一定穿 你樂觀一點看 所以短線 你這些位置做短線部署 真的沒得手 唯一就是做中線部署 展望20... 短線變中線 是的 但是短線變中線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如果你選擇短線變中線 下一個止線位 你承擔的風險就是 去到23681 你再守 你連23681也守不住 你那些強勢 之前講的信義 剛剛講的那些比較好的股份 一樣要跌下去 這個道理就好像第三季那段時間一樣 剛剛講的那些比較好的股份 一樣要跌 跌少一點的意思 但有個朋友就說 你這樣跌成4、5、8點走來走 很蝕底 有些蝕底 我又這樣講 在升4、5、8點的時候 你怎麼會蝕得走 一定是 你這樣在心態上這樣講 你又不想一下 會繼續跌下去 真的沒有這麼想 要減前 你覺得2萬4一定受得住 不是 I mean 之前 I mean 之前那一陣 之前我們都沒有想過 2萬4千不失 現在已經失去了 所以你就是應該要止蝕 那個道理就是這樣 但當然說 我覺得可以看今天的壽司 你都不爭在 現在都跌著 差不多接近五百點 保守一點 九泊你就一天跌一千點 那時候不是太多走 對 是 所以你這樣 是怎樣都守著你的下半 走的 但我想說的一樣 就是 你都穿2萬4千 你又不走 下一次就是2、3、6、8天 所以你講 今年以來就是 那個部署是這樣 至於低位減前 盡量 我建議就是 我明白的 現在突然間的負面伸縮 一次的騷拳 曬欄這樣 扔出來 有機會 就是 平時就是講 挖韭菜行為 打完止蝕 上快的確有 上回去才買 我覺得不妨礙 不會差太遠 你是不是在期望 突然間每單日轉向 如果它出現 假設你現在自然蝕 那時候突然間單日轉向 上回2萬4千5 那時候追回 你有很多東西可能只是虧少 就是虧了1、2%左右 你會坐得舒服很多 那相反地 你現在沙 最怕的狀況就是 短炒變長渣 整個2021年的第一、第二、第三季 還受不夠教訓嗎 所以我又覺得 這些位置 你問我整體的看法 中線是樂觀的 但是短線的情況 會不會又再次輕視了一些 鑑本風險 輕視了一些變種病毒 怕的一件事 所以我的策略說 因為我又不是太過悲觀 所以就 起碼拿回一半研禁 再下低一點 起碼可以扣貨 你那些是強勢股 你又下低一點 到時候終極扣一扣 再定個近一點的指洩位 可以就行 不可以就走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我買的東西 都是輸了可能4、5% 最厲害的都是8% 我覺得其實我捱到的 你4、5、6% 其實捱到 你想想就算收到2、3、6、8天 你現在都是捱多 捱多5、6、8點 所以我們都說是可以搜下去的 但問題就是 大前提 你講的那些貨 我相信你便要扣貨 不是 你扣貨的情況 就真的不同 所以你只要講 如果你現在的現金水平 如果有去到50% 是可以像你這樣 購買相關 什麼都不早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 你拿著很多貨 今年大那段時間你又不走 你還是在損手爛腳的情況下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 叫做適當減持的時機 不要有一個想法 跌4、5、8點才走去走 正在升那段時間 更加不要走 正在升那段時間 無論走 我們在說 你拿貨有個風險之 即是你拿現金都有一個風險 在真正投資市場上 升利又追不到 但問題是現在down trend 出來了 我們是否無視過down trend 所以這一刻真是尷尬 另外就是打了牛仔 今天幾檔的重貨區 可能添加不正 然後重貨區又落到24000 然後又再打過 真的無得避 短線就真的要上分24000 才可以惡街蝕飯跌 你這一刻就以減持為 當然如果你手套上 是拿著很優質的 譬如市近期滑下來 你都一樣跌 但跌得比較少些的話 情況就另計 你這麼厲害的時候 可以繼續加著的 但我覺得這個個案是比較少的 因為短線短期來說 資金又走得都很快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就看完下半咒 但老實說本來都不是太大希望 這一刻就只能夠希望 我也想不到有什麼因素 可能會翻上去 當然政策一些東西 可能突然轉變 突然告訴你 沒有什麼事 傳出來 只是假的 那夾上去就沒有話可說 但其實就留意 其實外圍都不好得去變 當然現在又看到的狀況 就是港股永遠都跌得多 現在打期都是跌1%了 升一根升 跌這麼多 但都不是第一天的事 所以暫時 主要我的角度就是 穿位 不多不知怎樣 都要減少一點 除非你整個手 都是強勢股 今天跌400點500點都沒事 那這個extreme example 有的分享一下大家買什麼 是 好 那 打發問題 不如 聽到我喊聲嘆氣 大家都不想再聽下去了 應該 講講美團 美團 份業績是不是不行 所以今天這樣插 都不是的 其實都不是的 其實如果美團真的很怕 你想想美團265元這些位置 搜到沒有問題的 你會博業績嗎 我剛剛叫你減肆 一定不會 這個問題 就是 市況氣氛不配合 但剛剛我講的那些 看法對於美團 京東 9999那些 其實你見到 已經是比較硬 都要跌 即使很多 你看京東1%都沒有 你說網易 說1%都沒有 是美團多一些 業績前 怕正常的 但是你業績後才知道真相 見真相 所以美團那些case 我覺得 有課的 都好過這麼久 我未必是覺得主張優先減肆 但是如果你特別重駐 就先估一半 業績OK 但上去就追 起碼收到265元 強啊 漂亮啊 值得買 用265元做自設位 但是你說 無端端要衝過頭去買東西的時候 除非你真的太過現金 太過現金 你都避過了跌浪 你有條件薄的 所以重駐 我想美團的業績 我看法是忠誠的 我不會說特別負面 是 好 接著 睡醒不見兩皮 嚇不到你 即是你不減辭 KT 威啊 另外 收市會不會跌7個 我真的不知道 收市會不會跌1,000 我也不知道 現在那些細是出了來的 所以說很重貨 我覺得理應是 應該先減辭一點點 是 是 然後目標 減辭到大約接近50% 你進取一點就70% 我覺得策略上面 都是以減辭為主 但反過來 如果你說 真的很多現金在身 之前的市場 好像有轉機 好像收得住這麼高 直播率你都不接 你可以慢慢分住及立 做一些中線補助 反正你這麼多二、三 看著二、三、六幾幾 二、三、六幾幾 打過去 所以不是很特別抵薄 所以這些是extreme example 我想短線來講 因人而異 整體策略上面 老實說 真的差 沒什麼碰口頸 好 27KT 應該吃了一陣的聲浪 今天開始回 應該就是擔心那些變種病毒 但問題 你看今天的消息 我剛剛都調查了 非洲的病充病毒 不是 那個問題 又不是好像澳門確診 就是 我們輸入的意思是 又不是說很明顯的 我們輸入爆得很厲害 整個社區都在 是 隨時有機會 還有一個通關狀況在 所以 27KT 是不是真的特別需要去走 看看你什麼位置買 你昨天走去追的 安全氣結系 本身這些就不是本身 但是大家炒憧憬 剛剛就是講這些類型 你要害怕的 但是假設你如果四十幾元去買 那 回回一點點下來 你整個聲浪都怕什麼 不會因為 如果在低位買 你本身搏的一樣東西就是搏 政策沒事 搏通關 又真的被你搏到 因素沒有改變 你整個投資策略 不需要因此而有的改變 但是你近期才去搏 純純搏 現在有病毒在 那你就應該先自洩 再找位置買 所以我覺得在策略上面 看你什麼人意義 如果你很低位買了 用至今天低位十天先來做自洩 那的確是想減刺 但是又不需要那麼害怕 就走 因為始終講 現在只是在非洲有些變種病毒 又不是擴散得很厲害 疫苗是幫不到手 但現在又很復弱 所以講的情況 不要因為市跌四五百 所以你會想到一些事情 真的超級悲觀 我覺得是有 你又要冷靜 但是當時你又無事 這四五百點很積極 覺得自己很有信心 那些事情是沒有事的 我又覺得不要那麼進去 可能有些人又看漏了 我既然看錯 穿24,500的時候 審慎一點是應該的 好 接著呢 700會不會見低一點 700會不會見低一點 現在下一個支持位置 就是四百五十元左右 這些水平 穿四百五十元 那市都應該是落二三六八日的 所以跟別人的市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轉機 不肯定 但700這些位置 這樣有課的搜 我覺得搜 預算會穿的 或者這條上升軌 都未必真的會搜得住 但是希望會搜到四百五十元 欠二十元自己計算一下 經常都說這些市況 一定不是什麼入試量機 我們都說 起碼市況上升到兩萬六 兩萬七這些位置 才會買得很舒服 是 這個就是要計算幾時 計算一下止雪 你承擔到風險 你肯去搏 從直搏率上面去搏 這一刻騰訊 你止雪 如果有手刀跳上升軌 你又無端端變了被人割九菜 但是當然 如果穿四百五十元 你又盲蹲蹲的 繼續炸 沒有事 那道理就好像說 今年年頭穿六百元 你不走 但是三頂 那圖一定是差的 但是問題是 整固格局圖 其實未來唯一 短炒騰訊 其實短炒騰訊很不值 你最怕的是什麼 這裡畫了一條上升軌 但是同樣地 你可以畫到一條下降軌 其實 可以是一個代變格局 它可以磨你很久很久很久 你同樣地 一個收窄三角 玩到連尾都可以 所以短炒就不能夠騰訊 但是我相信 大家都不是以短炒騰訊 有貨的局首 很多股份近期聽到 都在說哪用局首 因為市場又真是碎 好 接著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謝先生 在電話旁邊的 謝先生你好 早晨兩位 想問哪隻股份 那段時間 長信出現月精 我覺得它不漂亮 接著我五百元左右 投入了騰訊 現在賺了十幾萬 我看看現在吃不吃煮好 還是放到四百五樓下 四百三樓下 四百三樓下 我看完 謝謝拜拜 最簡單 沒有什麼想法 就是吃半樓半 最簡單的 你有利潤在手 萬一夾上去 我起碼都不會全都試 你記住你問一個嘉賓 是看好的 他看錯 你選擇去投入 你贏你贏你贏 我剛才這樣說 你沒有信心 一個最簡單的策略 就是吃半樓半 再下去你只是賺少了 至少確保你 確保你有利潤在 夾上去 你投入又有引申波幅 又有時間值 所以如果你問我 你沒有什麼想法的話 你又是看下去 現在的確有一個單窗 我們都說有機會 最簡單的就是吃半樓半 一個問題是 你現在在代變三角形態 說上升的底部 不穿 它就夾上去 那時候是否直接插下去 二三六八 我都不是這樣主張 所以你問一個看好的嘉賓 要不需要繼續投入 我會給你一個意見 吃半樓半 好 謝謝謝山的電話 也恭喜你 POOT700這麼厲害 另外 陳小姐在電話旁邊 陳小姐你好 Hello 陳小姐 喂 陳小姐聽到嗎 好像通常有些問題 陳小姐Hello 不要緊 稍後再回答一下陳小姐的電話 好 繼續 人活著就是等待 好 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我都在等 波斯登是不是散水了 波斯登出了業績 其實波斯登的道理 好像無理的都OK 波斯登主要一個問題 你看看數目 無理就OK 是 營利增長都不算差 30倍PE 30倍PE有三成營利增長 最簡單的就是合理 這些叫做合理估值 但是始終有兩個問題 波斯登炒 第一 中期的業績 上半年的業績 蓬不異事 占備好了 傳統淡貴 淡貴做得好又怎樣 旺貴一衰了 什麼都衰了 所以份業績異不大 第二方面就是增長防匯 永遠都是看 既然增長勢頭放緩 下一次就放緩得中極 雙十一它的營運數字 又不是特別英俊 所以波斯登 你說這些位置走去接 真的想都不想的 你本身可能會想 波斯登 站得穩在6元這些位置 是薄薄的 穿了你又不走 穿4.5元 你又走去接 是不是真的對品牌那麼有信心 之外 Cable都有說 尤其其他嘉賓對波斯登 很有信心 你喜歡的品牌 這些是去試的 等於有些人很喜歡小米的品牌去試 沒有壞的 問題真的不受歡迎 你看到它的市場是失敗的 那就是有個代價 所以這一刻你玩波斯登 如果你純粹看股價走勢上面 純粹看業績上面 不想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亮點在這裏 你冬天做到紅線算 沒有太多 即是你覺得那份業績幫助 做不到任何啟示式 我不會因為那份業績中 透過去 那圖上面就更碎 告訴你破壞 你可以入的唯一搏經的東西 就是今天好像市場一樣 單日轉向 騎五個半樓上 很難玩的 這些自己變得很快很快 所以我覺得 我反正都不看 你看到我不是什麼波斯登好友 我覺得穿六元樓下本身就沒有興趣 這些位置就不要無緣無緣無緣無故投過去 市場如果要真的中 中一些自己喜歡 真是有條件看好 所以你說波斯登小米這些永遠都是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品牌 你對自己有信心 你可以試一下 但一錯 代價一定很大 自己想想想 想想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先聽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哪個顧品 我申文136 哎呀走光了 好 你本身有課嗎 是 本身有課嗎 陳小姐 有課 好 有課的行騰網絡 又是升升升升 然後這兩天就回到一點 是的 騰大賣完它出來 然後每個人都追 升了上去 我現在市況氣氛差 我都不知道可以怎樣 你問我 我不會有興趣 怎樣這些股份 大升大跌 譬如教育股 我們近期說可以看好一點 你都不會去追最極端 思考落那一堆 當然日堆三個加育日升一倍 但是我不主張這樣去賺錢 如果你有課的話 看著圖表 如果你這樣 100天線這些守不住 那就回調整個升幅 0.382 你看看多少 整個升浪 上升了這麼多 你說現在回調0.382 就是穿完 100天線就是3.2 這些水平 你可以以3.2做一個第一個止涉位 但是問題是 你問我要中線市有基本因素 想都不想 所以這一刻我只能夠 將止涉或者止站 我告訴你什麼買 穿3.2我就會走 我會建議你走 我就是這樣 你問我最好不碰你的股份 好 接著有人問 839就是你所說 這樣堆下來都不跌 還要硬正的股份 那些教育股 買不買得呢 就是這些市 買一些勁的 剛剛就是講的 你現金多 你要博是可以的 但是前提真是你現金多 整首貨都傷了 市場明是單昌 嗯 最後就是可能 它未必跌得多 但是都可能會回回14元 那些位置 那無謂 除非你真的現金很多 你才有條片去搏 所以我覺得是的 如果你選擇在這些市場上面買東西 買839或者買2001 我覺得都OK 昨天都是這樣說 追這兩隻的教育股 那短線走勢上面是839 好少少 但是其實近期的升浪上面 2001還多 那你可以後調整 買2001 或者這些位置追839 都可以的 但是記得大前提就是 你多現金 現在你想一下 你的部署賣 是連穿24,500都不害怕 你是要接近一些板塊 無視的指數 向上升 教育股是有這個機會性的 因為教育股從來都不跟著指數 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個線 反正資金沒有東西炒 我唯有去追教育股 教育股不怕變種病毒 又不怕政策 但是高等教育相對比較多 你的好因素在浮現 所以你如果去駁教育股 駁一些真的做高等教育 或者以往做得相對比較好 839又出了業績 是的 可能在這個市場上面 叫做比較安全 但都不是特別高直播 你說始終它出現業績 之後升了這麼多 回分14元才買會比較安全 所以分住買 如果你真的買839 好 接著有人問 6158 正榮地產 它是5元買的 守就應該 起碼守了6個半年左右 5月才見到5元 但是這陣子又屈上來的 怎樣呢 可不可以繼續持續 這些三四線的股份 你問這些 有時候它比136小小的好 本身我沒什麼興趣 你問我什麼時候售 我都不打算 照教我都不會有貨 為什麼會有個標準價錢呢 有時候你明白 就是我們分析月 看圖 根本不覆蓋 這些股份你看圖 譬如說定個指示位 某些位 一出起事上來 碰都碰不到 所以我覺得當它衡量到 即是連股份沒有興趣的時候 圖表我都懶得說 如果你真的看圖 那就是4.5元 4.5元一穿 你就走了 反反5元 太薄了 有沒有機會反反5元 但你問我的話 其實我真的對這些股份 你當問這些股份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想 為什麼要先賣 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 令到你去買這隻股份 你這樣去問 我覺得會比較有原設性一點 如果你純粹問我 有些股份 追渣股這樣計算的話 這隻是不是內房股 其實我不敢肯定 我也不敢肯定 我也不敢肯定 如果你買內房股 為什麼要買這隻股份 我真的拗了 所以你問我 我真的沒有什麼提到今晚 那走不走 你問走不走 我肯走可能實好 因為我都不主張你買 好 700結算之前 還可以跌一點點 如果真的上去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這些位置橫行格局 上去都上得那麼多 我們剛剛說 可能整個三個月 對 你等突破 就是等它升穿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會不會磨到去聖誕前 最後12月期子結算前 才爆 可能1月才走一個方向 有機會 所以你想想 如果短炒 700就是不想的 現在沒有什麼人會想炒700 當然這些低位 你用直撥 即是被你撥到 見底 可能會升的 但還是賺10元 20元左右 不會特別高 所以如果你真的以一個短線角度去看 700就不值得玩的 玩其他遊歌 無論是升跌 那如果 等於剛剛有人問 沽了700好像很厲害 但問題是 你其實一樣 你沽阿里巴巴那種更厲害 所以你說700有點悶 總會有波幅士 現在的市況版本來是差 它一樣有機會跟跌 但我想短炒上面 不是太值得玩 沒有貨物不需要中抹去 有的我覺得就 正是剛才說 以一個中線心態 希望收到450元 好 接著 創科 什麼時候買 還有什麼位置買 現在就50天前 穿位 其實創科都穿了位 穿了位 又去碰 你駁它 我畫短期上升軌 你駁它 真是說中期上升軌 守得住 可能大約是160元 158元 57元 但是不敢搏 其實你看美國 Friendsgiving 數字上面 都不是特別英俊 那 就回來了 之前升上來 HOME DEPORT的銷售數字 是好的 但問題是 第三屆買得好 Friendsgiving 抄都夠四 所以 這樣出資大陰燭 就可以搏 通常這些 除非你對這間公司 很有信念 創科 我又真的沒有物 你見我都沒有物店推介 這些是我自己走保的股份 經常都說 吃不到升浪 不好吃那些 如果你這些位置追了 我覺得情有何緣 但是一穿位 走的 你又不走 這些位置就很難搞 如果再穿位 整支陰燭 整個up trend都破壞了 除非你真的對這間公司 很有信心 你問我 看法偏忠誠 純粹因為那份營運數據很強 但會不會有時候 時間地點 無端端這些位置穿位之後 或者跟你說 原來它跟302 那支303位 伊達的一約 供應面有問題 即是不夠貨銷 物價上色 無利率 轉嫁不到 我們會害怕這些風險 會害怕是好事 但你還走去買 什麼時候買的話 小心點 669其實現在市場 很多人 你問到淡那幫 向來都很害怕這個風險新縮 但問題是 那時候它的股價很強 細強的時候 是拿不到出來說的 嗯 所以我想669 就真的有興趣買 之前就追了 這一刻就要打紫舌 純粹等它跌下來 那段時間走去 最危險 你要真的去試 160元買了158元做紫舌 嗯 好 接著1308 海豐 相對上硬正 之前跌了下來 其實航運股 純粹因為之前跌了下來 這些市況就差了 疫情 又想因為供應鏈緊張 集中傷需求又強了 都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昨天都有問 2343 2343又好 2343今天又回了下來 但是1919 那些全部都是 昨天有個突破 類似突破的勢頭 1308這些怎麼看 短線不是特別憂慮 我們覺得 向來都是 他們在第四季 第三季尾跌下來的那些時間 但是我都解釋過 純粹他們升得多 要跌下來的 我又不會覺得 玩完了 用估值上面 1919也好 316也好 2343也好 都是叫做便宜 如果是上來最高位 握又不止蝕 問點算好 那些真是救不了 當然 要不就死守 局守 所以有貨的 你看好像已經有貨了 沒有貨的 這些位置 無端端走去追 又好像不是特別高 直播率 在那裡 希望你本身是有貨 沒有貨的 我都覺得這些位置 先看定點 不差再等它升出 100天線線 我覺得不容易的 所以這些位置追 我覺得沒有什麼水壞 講講講 我市場五個 越來越多 繼續回答 1347 華郎半導體 上網有多少 56元油貨 還未回到家鄉 華郎半導體 是厲害的 其實 起碼比981號好多 這個都預料了 但是你說 走勢上 其實今天的市場是難玩的 這些強勢股 你又不知道 會不會突然出射擊之聲 所以我覺得 56元油貨 就是拿了一段 很長很長的時間 假設你不是這支針賣吧 如果你拿了很久 先守著 我覺得 這些未必說 你要優先想去減設 因為華郎半導體 質素又不是真的差得那麼厲害 你看業績上面 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先守住很久 繼續先守著 不知了 上網有多少 市場不穿 23681 偷笑的了 撿23681最怕就是 有些恐慌性拋售 又不是沒試過Panic sale 短線50元 應該會有阻力的華郎半導體 但問題就是 都開了很久 這些位置 無端端下車 除非你真的很重貨 但是 都未必說 我最怕的狀況就是 你口頭就有很多股份 你純粹只見2347升得多 你又走了 然後弱勢那些又繼續炸著 那你就會弄到整個PROFOR更加差 所以這一刻就要按PROFORTA 我們經常講這些 那些東西 2343這些 不是1347這些 短線不是特別害怕的 但是上網有多少 就應該不要太大的希望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有人問一隻 都厲害的 2137 那些疫苗 藤生博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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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藥 現在疫情配合天時地利任何 是在炒這些 有貨就看50元 你走去追 其實藥就之前 在40元以下的 這些位置 那時候大家都在賭 那時候就是30元 在35元的位置 5元博5元 博到第一口 現在疫情又真的 又在嚴峻 又說疫苗沒有用 就用口服藥 簡單就是這樣 所以藤生博藥上來 你順著個勢去追 OK的 正如剛剛所說 但是這些位置買 就 你預了剛好之前那些強勢股 突然跟你說 原來又不是那麼厲害 可以控制得到 或者沒有擴散開去 那它又可能會回復 所以疫苗的股份 疫情 口服藥那些相關的股份 是一定有得還 一定有播幅的 但是那些東西 就會變得很快很快 我們經常都說 做這些節目 一個禮拜 有時候才跟進一次一些股份 是 有時候那些東西轉了 沒有機會說 我怕你得不到 所以這些是很高峰的 希望你知本身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 如果你知發生什麼事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 你可以嘗試追望50元的 好 有人問 1299本身升得好 還是為什麼對回去 它今天都拖我試60點 其實本身都不是升得特別好 我們都說 那天上了50天才是害怕的 嗯 你有貨的 又不走 那又有局錯 你問我 其實我之前做節目 這段照片看了大家減徹 沒所謂的 我都說 那天上回來沒所謂的 買了健康的 這段時間又升下 又不是只有這個股份升的 但是有幫 我自己看 你疫情那些 炒通關概念 現在又在講疫情 疫苗 即是病毒 這樣跌下來很合理 債息又在跌下去 所以有幫 最害怕的狀況 就是走低於浪 整個浪低於浪的格局 現在是正在走的 最害怕就是 下次穿之前的低位 當穿下一次低位的時候 我就會說 叫了你走 那裏就是這樣 所以有幫 繼續拿著 我們就是想 你用什麼心態 去看好這個股份 如果你純粹覺得 通關概念 是OK的 那你真的找到通關 但是你記住 永遠就是做中線 對一些概念 用這些概念 死渣爛渣 一錯變 那個代價一定是很深的 一定是更差 就是用圖表 很多時候用圖表炒股 你不代表一定贏錢 但是書極有個譜 因為你會肯止 但是你如果純粹 用一些價值投資的方法去看 看中的 你就像巴菲特那樣開心 一錯的時候 通常就是 無論如何高位 為了股份跌了一半 我不是說 有幫要跌到四十幾元 但是問題 很多時候的代價就是這樣 所以短線有幫 我覺得 這些位置 如果你純粹駁一些通關概念 駁它能夠不斷擴張 內地市場戰略率 都還是有一定的風險在 我覺得不是太划算的 但是當然這些位置 只是你覺得尷尬 但是你問我的話 我八十二個多的位置都叫你走 現在至少比之前走的位置 為什麼不走呢 所以這些我覺得是優先鑑識股份 如果今天的市場很差 有幫我就第一隻想走 大唐新能源的新能源股份 四元買拿到現在 四元拿到現在 就是高位追著了 輸了很多 但是這些位置是走 它又如果收到一百天才 這樣可能會打 我想短線我不是特別憂慮這些股份 現在市場上面 但是突然間轉勢要上四元 應該都沒有什麼可憐 你無視了太多東西 這段時間出過第三季業績 又是很差 整支音速出下來 你又不看 這個就是中線部署 還要是萬人很多拍 那段時間做 真的很難搞 我只能夠說局壽 這些位置 但是能不能夠用多久的時間 去收回四元 它用了大約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不需要考慮 沒有可能能夠用兩個月的時間 上回去 通常都是起碼 double up 時間 那些股份 上回去已經很開心 有機會 所以你問這一刻 我覺得怎樣都要做回 好風險本來的 如果再穿一百天線 避一避 可能有機會兩個半這些位置再買 但是當然說 你由一下子死渣爛渣 變成短線輸入入 難的 如果做不到的情況下 我覺得局壽 我覺得 論股值都還吸引 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上四元 但是一定不會這麼快看到 好 那回答完問題 大家都輸到趴在那裡 好像Jean Ho 說 五百多點 Jean Ho 說的 不是只是說市差的問題 是整個投資步伐上面 當你四元去追一些很高位追的股份上面 你又不止虧 然後 它的概念比較solid 其實它已經好一點 有一些很虛無概念的那段時間 那個殺傷力是可以更加之大 所以你講的就要小心 我想未來 要審視自己買股票的策略 你問我一七九八我是看號的 我四元都會有機會看號 但是那個時候都在說你要買 都是分駐給納購買 因為不斷地追貨 追貨 追到平均成本三個三個半左右 起碼你都沒有這麼相 都是壞的了 但是你要記住就是 我過幾的時候 就開始看號大堂新行員 但問題是你只要四元買 所以未來買股票上面 策略上面要小心一點 要關注自己買了之後 承擔的風險 是的 有些股份有時候見到 很強勢碳中鑊 但是你萬人太多拍 碳中鑊我們講了差不多 我們一個多小時就開始講 唯一可以繼續拿下去 因為始終我們 最初看好那些利好因素 什麼碳交易 都沒有兌現 你就搏一下 有沒有機會做到 但是未來你要追報仇 做好一點的表現 怎樣在股市上面 不要輸太多錢 就不是只買了優質股票這麼簡單 還要在入市的策略上面 都要審視一下 市場這麼差 那些元宇宙的還能不能炒一下嗎 完啊 有機會完 市場一定是炒 如果去到很差很差的那段時間 美股都一樣有機會調整 是 你調整哪些 蓋回來才能 多數都是蓋電動車 都是蓋元宇宙 問題就是 那個道理就好像 他買1798的K資金 四元買 滾下來沒辦法 人家炒元宇宙那些 或者炒Tesla那些 那些 Andivia那些 全部很低位 可能兩三百元那些位置拿著 那麼怕什麼 但是你高位拿著 沒有辦法的 所以你炒概念 一定要小心的 你去高位追那段時間 所以你想想 是不是炒完元宇宙的事 是不是一定判死數 一個槌子叫大家關機 走了不玩 又沒有去到的 現在是五百多點 會怕是好事 幾何知會這樣說 就不要跌了 你看元宇宙的股份上 現在跌得比較少 就是柏能 二三八月跌得多些 但是對比整個板塊來講 五酸是特別差 但是你起碼不要走去中國 你不要這些位置走去中國 先投買去 有貨的就定好紫蝕位 又未至於馬上打紫蝕 起碼元宇宙的概念 暫時那個板塊是上升 但是如果你的心態跌落 是機會買元宇宙 這個就很危險 你可以買的 但是記得要定好紫蝕位 剛剛說 新能源上一回合就是一個教訓 新能源就看到 現在經常都講ESG概念 長線我覺得有得玩的 但是問題是你真的要記住 你是告罪 所以你買元宇宙的相關股份 自己要小心要定好紫蝕位 我不敢說不要聽完 是完的 不是一定是玩完的 概念隨時有機會完 如果那個市場真的堆下去 美股又散碎 港股又散碎 這個bubble最大撒傷力是甚麼 一定是你堆的 軟宇宙 電動車等等 是 但是我又不敢保證 真的說這一刻去行一個大紅市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先看清楚 但是不要忘記 就是我在過幾個月前說 2496的 我忘記了一個號碼 技術性紅市 就是行指是一個紅市格局來的 這個一定是 是 打脫不了 就繼續行 所以你穿245這些位置 為甚麼要省省一點 就是這樣 242就是要穿 我都不敢保證 23681這些位置 是見了底位 OK 本身就是以為 這個已經見了底位 對 以為是 一向都說 由紅市見底升過 很難 很高難度 所以我們之前都這樣說 是可以入市的 定好指示位 你就去打 現在打指示 你又不執黑 這個就很不建議這樣做 對 打算是開心 打算不到輸 其實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你要記住 如果想很舒服地玩廣估 應該一段時間還未發生 自己的股份 很長時間 自己的股份 242都上穿了 現在 21681是划算 沒人知道 No one knows 看了 看了今天的市場多少 下午再來問過 好像Kevin所說 Anno有否持有上述頭的股份 沒有 好 麻煩Anno 沒有那麼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 可以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下午還有即時的 再跟大家跟進市況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